很多人私信我说 我没有特长又想做抖音怎么办 之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直到我看到这两个账号 一个做菜的一个美妆的 类比一下你的赛道 看看你可以怎么做 先看这一个东仔食物宝 不会做菜还做美食号 怎么做呢 跟抖音上的教程对比 学着做 每次都翻车 成品让人出乎意料 大家想期待正经美食视频的成品 要期待它的翻车成品 这种让人看着搞笑又有共鸣 因为抖音上很多教程都是眼睛看灰了 手还不会 东仔就是抓住这个点 做反差型的内容 还有这个账号 俩不正括号微谋 据像他括号里写的 他的眼睛是这样的 这条是他的头红视频 那个时候他还不算会化妆 偶音上全是大眼睛又手巧的美妆博主 他靠着小眼睛帮大家试用各种妆效和产品 到现在还真的学会了化妆 粉丝一步步看着他的技术越来越好 评论都在惊呼 这是一个养成系的美妆博主 既抓住了小眼睛人群通点 又通过养成系吸引更大的粉丝群 这两个账号博主不但没有利用特长 甚至利用自己的短板去做账号 也吸引了几十到一百万的粉丝 一条视频变现几个W 好了 不知作业 你有什么缺点 融入到你的账号类型 你会怎么做呢 抖音 抖音